大家好,这里是大壮讲讲小故事 讲小故事之前,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小红书 又是叫Y大壮的,以及我正式的频道叫做法律中宏谈 这个频道讲一些比较脆辈性的故事,跟法律有关 话说,早前有个曾经做过大壮 又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业,好像去打拳 但打拳我看他就...我们是... 打拳看他就收身各样,速度那些都不是达到很专门的水准 没这么说,就没什么看头 他是撞车,撞车是怎样呢?撞车有什么奇怪呢? 话说,他就好像在长江总部下的停车场撞车 撞车了,撞车了,撞车之后撞车了 大家就...说价格就要赔上了 那正正好,撞车的车就多赔一些 全部...所有的维修都靠你了 当然,车主当然觉得有点不太爽 那些真的分明是冤枉我,是不是? 轻轻轻轻轻轻轻,怎会搞那么多钱呢? 那... 说不上了,到这个阶段为止,就完全是一些... 就是...民事的拆场 就是我撞破你的东西而已 走过撞破你玻璃,转破你这门也不简单而已 很简单,是民事案 那好了,一说... 说不上了,要打官司了 那民事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 民事案和刑事案有点不同的 不要说,这个是影响社会,那个是私人社 不要说那么复杂了,是不是? 公道文法理,我都不懂 那民事案如何才打赢呢? 那就是说,哪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会更多 那不是说 51对49 天平一倾斜 那就49就输了 51就赢了,不是这么说 而是 50.001就赢了 机会大一点 有两个相对比较,这是01游戏 不是,我是今季祥,在那里捕东西 好了,那为了增加那个胜数 那那个 我看一个停车场的 主管就想想 不宜就报警了 那报警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那本来的很简单是民事案 为什么变成刑事案呢? 半刑事案呢?交通事 因为刑事警察呢,他要求 那个程度呢 是高多的,叫做毫无 合理疑点去告入 叫做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那什么叫做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呢? 那请解释吧 我在这里不作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呢? 凡是在法庭 从企图去解释这个解释的法官呢? 全部都中招 个个都上诉,全部上诉得直 那么,官方说这句说话呢 哈,厉害了,真是 真是人都要生出来就懂了 不用解释就懂了,这样 那这附近人就说,法官各下 怎么证据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从罗里斯去 对垃圾这个被告呢? 那我说,阿姑娜,真是这样 立刻上诉 一定上诉得直 从来未见过会说 因为这句说话 企图的解释 而不中招的 这句翻车 那我 看看也不是笨人了 我当然会说这些说话了,对不对? 好了,那么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疏忽啊,危险啊,不小心啊,驾驶 那你在民事案一定输了 因为刑事案都说你 你已经 武俠你疑点证明你一定错 那么我现在跟你打官司 我一定都 赢的机会大一点 就是你错的机会是多一点的 好了 那不要说,为什么刑事 他全是打我,我不认 那不认呢,怎么不认呢? 那我条柱在这里 不懂得动的 那你就开车 你一早就看到条柱 那你坑上去,坑坑我的东西 我条柱没过 在这里很久了 每个人都不坑,是你坑 这也不是你不小心 那谁不小心呢? 你说,喂,我没有看到你住在那里 那就是不小心了,是不是? 我扭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下去 那当然 可能中间有一些另外的事情发生 例如 突然有一只狗走过 突然有一只老鼠走过 突然有个小孩走过 突然有个小孩走过 那我当然扭了 或者一个车转了,撞了我 那除了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像是 没有什么机会 作一个可以合理一点的 性数的答辩 那好吧 拭目以待 当笑话这么看 凡是人家发生的事 痛苦我们也是当笑话的 好,看笑话吧 好,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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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笑话